茄子 茄子是餐桌上常见的蔬菜 经常会被制作成各种美食 茄子的营养价值很高 其中富含维生素P、维生素C以及生物碱 具有增强血管弹性、清理血液垃圾、降血脂的功效 那除此之外 茄子中还含有花青素、有抗氧化作用 能够帮助延缓衰老 那夏天吃茄子 茄子还有一个好的搭配 这样通血管效果会加倍哦 那就是洋葱 洋葱大家也很熟悉了 洋葱中还有丰富的前类腺素A和C元素 既有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粘稠度的作用 经常吃洋葱能够帮助预防血栓 那大家在吃的时候 可以将洋葱和茄子放到一起吃 这样疏通血管防血栓的效果会更好 那除了这个小方法外 也可以常用山楂干泡水喝 山楂酸酸甜甜的 药用价值很高 山楂中含有黄酮类物质 具有清理血管垃圾 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 所以没事喝点山楂水 血管也会更加通畅哦 男性朋友平时疏于保养 所以很容易让自己的前类腺和肾脏出现问题 那如果想要摆脱这些烦恼呢 可以在排尿后做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就是扁脚站立 那排尿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很多人呢上完厕所就很快的做下工作了 如果长期这样很容易压迫前类腺出现的各种问题 所以男性朋友在上完厕所之后 点脚站立一会儿就是呢点起脚尖 坚持5秒然后落回地面 这样反复的做3到5分钟 这样点脚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和排毒 提高肾脏功能 坚持做可以帮助保护前类腺 预防炎症出现哦 除了做这个动作外 还要改掉久坐不动长期憋尿的习惯 还有要多喝点冬瓜河叶茶和玉米须茶 有利尿消肿消炎杀菌的作用 对前类腺健康多男性的困扰 那该怎么保护前类腺呢 可以试试常喝两种水 绝明子泡水 绝明子富含绝明素维生素A大黄素等营养 具有清热明目抗菌消炎的作用 那男性朋友经常泡水喝 可以帮助养护肾脏 保护前类腺健康 玉米须泡水 玉米须有很好的药用价值 具有利尿消肿 杀菌消炎的作用 坚持泡水喝 也能帮助改善前类腺 让炎症远离你 除了常喝这两种水 还可以常做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就是深蹲 深蹲这个动作对身体有很大好处 男性朋友经常做 可以促进前类腺周围的血液循环和排毒 不仅可以呵护前类腺 还能够锻炼腿部肌肉 提高免疫力 对身体健康有很大 要多注重肾脏的保养 然而现在很多人容易出现肾气不足的情况 经常表现为手脚冰凉 腰细酸软等 那该怎么调理呢 可以常做一个小动作 首先保持站立的姿势 两脚分开和肩膀同宽 然后向前左侧弯腰 用左手去触碰右脚 这时右手要向上伸直 坚持三秒再环练一侧 向右侧弯腰 用右手去触碰左脚 同时左手向上伸直 这样反复各做三十次即可 注意做的时候 腹部要收紧 这个动作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充分锻炼到腰腹部 有很好的补肾大气 缓解腰酸背痛的作用 每天坚持做 肾气足了 肾脏也会更健康 肾气不足的男性 平时也要注意饮食 可以经常的吃一些补肾的食物 比如黑枸杞 黑痘 丧肾等等 同时配合上面的养肾小动作 健康是男人比较关注的 如果肾脏出现问题 身体也会出现问题 那怎么判断肾脏好不好呢 可以看看身上两处毛发 越多可能肾脏越好 第一处头发 你们会发现 很多男性朋友 到了中年以后 会有脱发的情况 其实这可能跟肾功能下降有关系 但如果你的头发还很浓腻的话 说明肾脏还不错 这样身体也会更健康 第二处 腿毛 男人腿毛旺盛 会让人看起来更有男人味 这也是肾脏健康的表现 而且腿毛还有排汗排毒的作用 如果你腿毛旺盛的话 那就偷就乐吧 男人平时还要学会保暖肾脏 可以多进行运动 除此之外 还可以多吃一些养肾的食物 比如黑枸杞 脏肾百丽 经常吃更有利于肾脏健康 帮助提高肾功能 如果想要精力旺盛 更有魅力 那么就要关注自己的肾脏健康 平时该怎么养肾呢 建议大家可以尝吃三种食物 黑枸杞 黑枸杞是一种营养很高的食物 其中富含氨基酸 维生素 矿物质 还含有红枸杞 没有的原化氢素 具有滋补肝肾 激发雄激素 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男性朋友适当的吃一点 能帮助保护肾脏健康 让你更有魅力 山药 山药是我们经常接触的食物 很多人也喜欢吃 山药营养成分很高 其中含有多种维生素 蛋白质和微量元素 具有健脾养肺 滋养肾脏的作用 所以经常吃一些 也能帮助养肾护肾 板栗 板栗是一种很好吃的坚果 其中含有很多的营养物质 有很好的健脾养肾的作用 那男性朋友也可以啊 经常的吃一点 对肾脏健康 对于男人来说 如果被说肾不好 那是多么美面子的事情啊 所以养肾就很重要了 今天木子教大家一个动作 每天做一做 可以帮助提高肾功能 这个动作就是点脚 首先自然站立 然后慢慢的将脚后跟抬起 坚持十秒 再慢慢的落下 注意要保持身体平衡 每天反复这个动作五分钟 可以早中晚都做一次 做的时候速度可以逐渐的加快 也可以左右脚交替的练习 经常做这个动作 可以刺激到脚底的泳泉学 泳泉学可以补肾羊 护肾气 并且还能够刺激到足三阴经 帮助补充肾气 起到养肾护肾的作用 男性朋友可以经常的做一做 平时没事的时候 还可以配合着黑狗起泡水喝 这样养肾的效果会更好 大家不妨试一试吧 日常生活中 男人要多注意自己肾脏的保养 如果肾脏出现问题 健康也会受到威胁 那怎么判断肾脏是不是健康呢 可以看白尿石的一些表现 若没有两种现象 肾脏还算不错 一 尿液颜色和气味异常 正常尿液是淡黄色 并且没有什么异味的 但如果尿液颜色变身 像浓茶一样 而且还有很浓烈的臭味 这时就要引起重视了 很可能是肾脏受损了 二 排尿无力疼痛 如果肾脏健康 那么排尿石应该是比较有力 并且很顺畅 但是肾脏出现问题 肾功能受损 就可能会有排尿无力疼痛的感觉 要及时的进行调养了 男人养肾呢 要改掉不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比如经常熬夜 酒做不动 抽烟喝酒等 还可以常吃养肾食物 比如枸杞 肾脏肾余肉 这样肾脏才会更健康哦 我们每个人都有两颗肾 不管对男人女人都很重要 尤其啊男性朋友 更要好好的保护肾脏 那么可以在洗澡时多洗身上这个地方 可能让肾脏回春 这个地方就是腰部 大家都知道肾脏在我们腰部的两侧 如果肾不好 经常呢会有腰酸被痛的情况 其实这可能是肾虚的表现 那么男性朋友在洗澡时 可以多洗一下和按摩腰部 这样呢促进血液循环 加快身体新陈代谢 有助身体排毒 这样呢也能够起到养肾护肾的作用 男人如果想要保护肾脏 要改掉不好的生活习惯 平时多注意饮食 多吃蔬菜水果 或者呢尝吃一些养肾食物 比如黑枸杞 丧肾 能很好的保护肾脏健康哦 好了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值得的问题 可以给我留言 拜拜